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宇兰 首先带来关心8月23号炮战至今已经迈入64年 为了迎接九三军人节以及中秋佳节 概念三军将士成为国家坚强的后盾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军人之友社花莲县军人服务站 23号上午是在陆军花防部办理了111年中秋进军活动 县长许正威是亲自慰问,感念弟兄捍卫国家 在疫情期间仍坚守岗位 为迎接中秋佳节以及九三军人节的到来 并感念三军将士成为国家坚强之后盾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军人之友社花莲县军人服务站 23日上午于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办理111年秋节进军活动 不少民间企业单位共襄盛举 县长许正威也勤临未免 特别是在这时候两岸升温时期 你们的支持与爱护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我们也非常感谢与感佩 那我们花旁部全体官兵在从事战备之余 更努力专心战训本务 以及保国卫民而守护家人的责任 请各位放心 所以我们也衷心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与爱护 我们会努力战备 请各位更加的放心 尤其在这两三年后 我们的疫情的变化升温已到现在 我要真的要谢谢各团各部 我们所有的 让民间官的坚守岗位 还有守住我们疫情这一块 所以让我们在无论在流营或是在外 我们的国军进而都能够谨守我们防疫的奋情 让我们的疫情能够稳围起 不让它作散 而在花莲县 我们也要谢谢朱家祥局长 以及我们所有的产业界 甚至花莲每一个乡亲 都能够把自己的健康守护好 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指挥官 陈建毅中将表示 疫情影响 营区落实防疫措施 至于两岸情势 近期中国军事演习影响 采取斗智不斗气的精神 奉陪到底但不挑衅 因为战事一旦发生 将影响百姓的财产和生命安全 花莲为镇守东台湾重要军事枢纽 徐正为代表花莲县府 制政国军各单位慰问金 并送上中国禁止输入的文旦 感念所有军人不畏艰辛 以钢铁般抑制捍卫家园 在疫情期间依然坚守岗位 记者讲帮映华理事报导